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复制运算符 上一集我们稍微提了一下 那后面就是关于简单和特殊一点的算数运算符 以及后面的符合运算符 好 那继续回到我们的VS 先创建一个工程 好 我们一样的套路新建一个项目 选择控制台应用 写个名字 我们叫运算符 我们叫counterfin 好 那一样的思路我们其他地方都不管 只关注我们的面函数 在大块里面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节讲到的东西 那上一节我们讲到了长量与变量 那首先呢 我们先声明一个变量 上面一个student account 出一个出值 比如说是40人分号 上面呢 我们可以写个注释 定义电量学生数量 好 那我们再定义一个常量 还是怎么定义常量的吧 在前面加一个cost 我们定义一个spin 我们叫student name 等于 比如叫albert 好 我们来写下注释 定义 常量学生名称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义好了一个变量 学生数量 定义好了一个常量 学生名称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运算符 叫复制运算符 那上一节呢 我们也提到了 什么是一个复制运算符 其实就是在我们在书写代码的时候 经常写到的这样一个符号叫等于号 等于号 等于号在数学里面呢 表示左边和右边两个数字的相等 它是一个判断关系 但是呢 在csharp里面 一个等于号表达的并不是等于这个关系 而表示一个复制的运算 它指的是将40这个值 复制到student count里面 那因为我们知道student count 它是一个变量 它在内存里面呢 其实是开辟了一个小空间的 这个复制运算指的就是 把40这个数字存储到student count 那个内存的小空间里面 那下次我们再访问这个student count 这个空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里面写着40 它的值就是40 就是这样一个复制运算啊 所以呢 复制运算表示 将 它的含义啊 将 右边的 直 复到 左边 所以呢 在 左边和右边 我们来看一下啊 左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变量 或者说一个长量 右边呢 是一个具体的值 啊 这是第一种情况啊 也就是左边 必须是一个长量 或变量 啊 左边 必须是一个长量或变量 那右边呢 右边呢 可以是一个 具体的值 啊 比如说 40啊 比如说 一串字符串 比如说一个单个字符 那上一节我们也提过 关于复制的时候 一定要 注意匹配 右边的 具体数值 一定要和左边的 这个变量 或长量的数据类型 保持一致啊 右边是一个整数 左边也是一个int 右边是一个字符串 左边呢 也是一个字符串的变量 右边呢 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值 也可以是一个长量或变量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student count 那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int 啊 我们叫 new student count 啊 还记得吗 我们使用的是图封命法 那就可以把这个student count啊 给他付到新的学生数量里面 等于 student count 好 咱们这写一下注释啊 定义一个新的学生数量 将旧的学生数量值 负与他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呢 也是一个变量 啊 所以呢 这样的话 我们搞清了 关于复制运算符里面 左边和右边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可以选用什么样的内容 啊 左边 必须是一个长量或变量 右边呢 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值 也可以是一个长量或变量 大家一定要注意数据类型的匹配 当然我们后面讲到关于数据类型的转换的时候 咱们另说 也就是说 比如说左边是一个float 右边是一个int 这是可以的 因为一个整数肯定可以复到一个 又可以表示整数和小数的这样一个数据类型里面 好 非常简单 这就是复制运算符 好 那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简单的算数运算符 简单算数的符合都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 加号 加号 这是我们 最常用的一个符号 加号 那无论是数值之间的 还是字无串之间的 经常有这种加号关系啊 那我们首先呢 先来了解关于数值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new student account 刚才呢我们已经 设立一个初值叫student account 那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 做这样一件事情 怎么样呢 原来的比如学员数量是40 后来呢我又新来了10个学生 那是不是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加上一个10啊 对吧 这样的话 将旧的这个学员数量付给他 并且加上新的10个学生 那这样我们原来有40 现在有加了10 那就是怎么样 50个学生了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在 cw还记得吧 打印一下我们new student account的时候 之后我们ctrl s保存一下 然后ctrl加f5 运行一下 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打印了50 对吧 好 这就是加号 那另外呢 有加号肯定就有减号 对吧 减号 再讲就是什么 成号 成号这个地方呢 它比较特殊 不是我们数学里面的那个成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打印一下 不是这个成号 而是什么呢 星号 英文 我这给你写个解释啊 英文 模式下的 星号 英文模式下的星号 再有就是除法 除法呢 也不是我们数学里面那个除号 我们这样 除一下 那不是这个 而是什么呢 一个斜杠 英文模式下的斜杠 英文模式下的斜杠 英文模式呢 是为了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啊 除了注释 可以用中文啊 你在正常代码里面都是要将你的输入法调成一个用模式啊 好 那这是加减乘除我们最常用的对吧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一点叫求鱼 啊 我们写写更清楚一点叫求鱼数啊 那我们在小校里面学习过啊 加减乘除除法里面有一个特殊点的 就除完之后呢 求他的鱼数啊 备除数 除数 伤鱼数 对吧 求鱼数 他用到的符号是百分号 我们也写一下注释啊 叫英文 模式下的百分号 百分号 好 那我们来写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定一个float 啊 叫什么呢 叫student scale 等于多少呢 比如说我们做这样一个运算 99 取84 3号 我们猜一下他的结果是多少 口算一下 是不是15 然后呢 我们打印一下 好 那因为这里面打印了两个 我们怕冲突啊 就看起来你可能看混了 因为刚才打印了一个50吗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样 可以看到打印了一个15 啊 没有问题啊 其实就是99 除以84 得到的余数啊 就是啊 这个东西啊 好 这就是啊 最常见的 五种 简单的算数运算符 那关于这五个运算符呢 其中最应该注意的一个点就是除法 除法里面我们要写一个 注意啊 写个注意 什么呢 也就是除数 不能是零 对吧 这个我们在学小学学学数学的时候啊 学这个除法的时候就提到过啊 除数不能是零 对吧 被除数 除数 伤 那个除数中间那个数啊 不能是零啊 比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console 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去打印一个 比如说啊 80 8除以零 对吧 这时候你会发现我没有运行的这个地方就已经跟我们报错了 对吧 说什么 被常数 零除 对吧 这样就不对了 我给他改一个 你看 没有问题了 对吧 好 这是关于简单的算数运算符 我们再来看一些特殊的 好 关于特殊的这个算数运算符呢 我们要提到两个 一个叫加加 一个叫减减 减减 一个叫加加 一个叫减减 一个叫加加 一个叫减减 那加加减减表示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在程序里面来看一下啊 因为在程序里面啊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这是什么呢 自增 比如说 我int一个数字 叫什么呢 叫 hero hero count 英雄数量 比如说 开始值呢 是5 后来呢 多了一个人 那怎么样呢 我们的hero count 是不是就等于 原来的hero count 加1了 对吧 这个叫 英雄 数量 自增1 原来有5英雄 现在呢 我多了一个 变成6个了 对吧 或者是什么呢 hero count 等于hero count 比原来减了一个 比如说 有一个掉下了 英雄 数量 自减 1 那遇到这样的运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一个特殊的运算符号 就是我们所谓的加加减减 怎么来做呢 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自增一样 其实就是用到了加加符号 叫hero count 加加加三号 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符号表达的就是hero count在它原本的基础之上 加了一个1 那如果我们再运行一次 相当于什么 又加了一个1 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注视一下 原来的hero count等于5 那我自登1之后呢 这个地方变成几了 说变成6了 对吧 又自登1 说变成几 是变成7了 对吧 那我在console的wrestling打印这个hero count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7 没问题 就是7 对吧 因为上面打印了一个这个 把它注视一下 运行一下 打印的就是7 对吧 但是呢 关于加加运算和减减运算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 就在于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现在 把这两个注视一下 hero count呢 出示指示5 那我们怎么做呢 打印的时候 直接把hero count放在这里面 然后呢 我后面写一个加加 大家猜一下 结果应该是多少 运行一下 结果是5 那有人会说呢 你这个hero count 加加不是在原来技术上加1吗 你开始是5 加1应该变成6啊 为什么打印的是5呢 那我们再也用一种 另一种写法写一下啊 我们把加加符号呢 放在hero count的前面啊 这一种新的写法 加加 hero count 同样 保存 运行一下 我们看到结果就是 6了 所以呢 其实 大家可以把这样一个过程 拆分 拆分一下 加加的过程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 hero count 加加 那打印呢 其实 打印呢 我们把这个hero count 加加放在里面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复制操作 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复制操作 我们把它拿出来 我这临时声明一个 result 一个结果 把它呢 放到里面 然后呢 我们打印这个result 这个结果 所以呢 我们就把加加运算 给它拆了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 hero count 加加的结果 放到result里面 然后呢 再把result 打印出来 所以现在就有两个运算 第一个是 加加运算 这样呢 就是 负值运算 看到了吧 这有一个加加 然后呢 这有一个负值 所以呢 加加在前和加加在后 决定的就是 加加运算 和负值运算 谁先进行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这样去写 Ctrl加F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结果是5 说明什么呢 说明打印的 值是5 打印的值是5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句 它并没有自增 而是直接把它的值 附到这个里面 接下来我们做一张这样操作 CW 我们来打印谁呢 打印hero count 打印hero coun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Ctrl加F 可以看到 它是6 它确实自增了 原来是5 自增1 变成了6 那result呢 却是5 说明 如果加加 在一个变量的后面 说明什么 先进行 复制运算 怎么样 再进行 怎么样 加加运算 这样逻辑就可以理通了吗 先进行复制 也就是 hero count的原本的值是5 它先复制 所以result的值是5 所以打印出来 这个值是5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后执行那个加加运算 它复完之后才做到加加运算 它是5 但是呢 它自己是变成6 因为自增1了嘛 所以呢 我们打印它的时候 它已经变成了6 对吧 那相反 我们 再做一下 新的 int一个 result 等于 加加放到前面 0 ctrl 那这样的话 我们加加符号放在了变量的前面 我们就怎么样 先进行加加运算 再进行复制运算 这样我们来保存一下 然后呢 ktrl加f运行一下 得到结果怎么样 都是6了 对吧 那说明 先加加嘛 它本来原来是值是5 加加完之后呢变成6 然后再复值 它也是6 所以两个值都是6 打印呢 都是6 所以这是关于加加减减运算里面 一个特殊的点 就是加加在前 加加在后 是有区别的 当然减减也是一样了 所以呢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我们叫 运算符 在 前 和运算符 在后 的区别 第一个 加加 或 减减 在 前 在变量 前面 我们 先执行 先执行 加加运算 再执行 复值运算 相反 加加 或 减减 在 变量 后面 则 先 执行 复值运算 再 执行 加加 或 减减 运算 这个是 或减减 好 这就是关于特殊的运算符 加加 减减 这个加加减减 其实在我们后面 学习的时候经常用到 因为我们程序里面经常用到自增和自减 自增自减 尤其后面我们学习到循环的时候 经常用到加加减减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 加加在前 加加在后 或者减减在前 减减在后 有什么区别 很重要 最后呢 我们来学习 复合运算符 什么叫复合运算符呢 其实也是在C上语言里面给我们设置设置的一种 快捷的方式 快捷的方式 那关于复合运算符用哪 几种呢 有这样几种 第一就是加等于 减等于 然后呢 乘等于 再就是 除等于 以及取等于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给他加粗一下 表示 在 原来的 电量基础之上 加上 一个 数字 减点也是一样 表示在原来技术上 怎么样 减去 一个数字 那乘等于呢 自然就是 在原来的技术上 乘以 一个数字 对吧 那除等于呢 表达就是 在原来的技术上 怎么样 除以 一个数字 取等于呢 表示 在原来的技术上 取 一个数字 那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好呢 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HeroCount和Result 结果刚才运算了些嘛 接下在前 怎么样 先执行 加击运算 它已经变成6了 对吧 那我们想让在一个技术上怎么样呢 加上一个 比如HeroCount加等于 10 就相当于什么呢 它就相当于HeroCount等于HeroCount 加上一个10 看到了吧 在原来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结果 对吧 那自然 减等于 乘等于 除等于 取一等于 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CW HeroCount 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前两个 这个给它注释一下 Ctrl K加C 对吧 还记得吧 快捷键 那我们想一想 结果应该是多少 是原来 HeroCount等于6 6加10 是不是16 来看一下 Ctrl加F5 结果是16 没有问题 对吧 好 那 在视频的结尾呢 我们来 给大家传达两个概念 关于我们刚才 写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 HeroCount加加 比如说HeroCount等于 HeroCount-1 比如说 Int一个 HeroCount等于5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叫表达式 有这样一个式子 比如说 Int一个变量 A等于10 比如说 做一个运算 A 乘等于100 这都表示一个表达式 注意 写的时候呢 不要加分号 这样是一个表达式 这样是一个表达式 这个Intel也不要加 对吧 就A等于10 对吧 A乘以 乘等于100 或者说A减减 都是一个表达式 那如果加上分号变成什么了呢 加上分号就表示一个什么呢 叫语句 写上一个语句 比如A 等于10 分号 这样就表示一个语句了 所以语句是我们 c上代码中的最小单位 一行代码 我们就叫一个语句 我们看到 基本上每一行代码 后面都是要加一个分号的 有一个分号 表示一个语句 对吧 或者我们在前面写的 console.writeLan 括号 就是写一个 Hello World的 它也表示一个语句 表示一个语句 看到分号 它表示的就是一个语句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清风教育Unity的系列视频 谢谢大家